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亲爱的朋友们 我是娜塔莎 今天红豆尼的朋友们 又问了她什么样的问题呢 你是别人的灵魂伴侣吗 其实这个题目原本的样子是 你找得到灵魂伴侣吗 然后呢我就把它改了一下 为什么我想改变它呢 我常常听到许许多多的女性朋友 会说我要找灵魂伴侣 我要找灵魂伴侣 我心里想什么叫做灵魂伴侣 又或者呢 我要找真命天子 我要找真命天子 那你是不是别人的真命天女 所以我把这两种概念呢 合在今天的题目里面 你是别人的灵魂伴侣吗 那为什么特别还要强调灵魂 那你们知道灵魂是什么吗 如果你们都不知道 灵魂是什么的情况底下 你还要找灵魂伴侣 那当然永永远远找不到 应该说这里面有一个状况 我们在情感里面 常常因为我们得不到我们想要的那种感情 那种爱情 那种情感 我们得不到 然后我们就会说 我们想要找灵魂伴侣 我们要谈一个精神的爱情 我们要谈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那些你得不到的东西 是不是它有可能不存在 还是我们得要调整我们在情感中的观念呢 所以与其呢 我们今天来讨论灵魂伴侣 倒不如我来跟大家聊一聊 你们是属于哪一类的情愿 就是我是别人的灵魂伴侣 还是我是别人的哪一种类型的伴侣 那这个可能对于你们想要得到 拥有享受你们想要追寻的爱情 会更有帮助 好 芷茵你选几呢 我选三 选三的同学们 我们来看看 三这张牌是什么呢 三这张牌叫做挑战 其实你们现在也不会想太多 跟灵魂伴侣有关的事情 你们只是在面对一个感情的时候 诶我喜欢它 然后呢 恋爱要怎么谈 是去看一场电影 看完电影然后呢 人家就教你说 那要牵手啊 要散步啊 那就牵手散步 诶然后呢 所以你们可能还不知道 感情要到达相处 一直在一起 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你们还在摸索情感世界 在从爱到恋爱的这个过程 还在努力 那有人会问 诶我已经结婚了诶 啊什么爱跟恋爱 就是告诉你 你不懂得恋爱 你虽然已经结婚了 但是每天跟老公呢 没有交流 没有互动 没有共同的兴趣 没有共同的话题 也不会共同去做什么事 每天只有生活的一些琐事在对谈 你的婚姻生活 可能也会遇到瓶颈 所以有时候 为什么那么多女人会想说 那我就要去追寻一个灵魂伴侣 就是因为我不懂得跟爱人相处 我就去谈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爱情好了 那这样子爱情的世界就没有挑战 所以你们最大的挑战呢 是你们不懂得谈恋爱 每一个人都要具备谈恋爱的能力 才能够让你的情感呢 深入你们才会真正的在一起 又或者呢 在婚姻里面 你们才可以让你们的感情长久的保鲜 不懂得恋爱的朋友 请你要积极的学会谈恋爱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选四的同学是什么 好不好 你是哪一类型的情人 选四叫做母亲 天哪 这是女人最惨的好吗 你在你爱人的生活里 你扮演的是她妈妈的角色 你像一个妈妈一样 管东管西 为她做家事啊 为她付出做事情 就像妈妈 叨叨叨叨碎面 然后那些你的爱人都不会感恩 因为我们在这世界上 最缺乏感恩的对象就是母亲 长期以往哦 你就会在感情里 婚姻里变成一个什么 孕妇 不会保养自己 也不会对自己好 也不会给自己买好的东西 也不会打扮 只会做家事操劳 然后变成黄脸婆的那种 妈妈型的爱人 这是很惨的哦 因为你的爱人她有她的妈妈 你是伴侣 你不是妈妈 好吗 怎么样去当一个男人的妈妈啊 她已经有妈妈了好吗 又或者 你的眼睛里面根本没有你的爱人 只有你的小孩 这也是很糟的 因为你的孩子们总有一天 会找到他们的爱人 然后你身边就没有伴侣了 所以从今天开始就要调整哦 在你的人生当中 去扮演正确的角色 你是你爱人的爱人 你是你小孩的妈妈 这会是一个很好的生活步骤的调整 然后我们来看看选一的同学 好选一的同学 其实你们还算是蛮称职的伴侣 精神层面啊 或者是生活层面 你们都会很重视 所以跟你们谈恋爱 或是跟你们相处 其实是一件还蛮愉快的事情 只有一件事你可能要稍稍微的注意一下 你是那种黏踢踢 黏蜜蜜那种类型的情人 就是做什么事情你都想要跟你的爱人在一起 吃饭在一起 睡觉在一起 做事在一起 做什么事情都要他跟他在一起 难免啦 这样子的情感哦 久而久之会有一种相处太紧密的窒息感 你们也得学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这么紧密的爱情也需要留一点点空间 偶尔要让你的爱人放放风 你自己也要能够有能力享受独处的时光哦 这样你的爱情就会满分 最后呢我们来看看选二的同学是什么呢 选二 好选二叫做后退 后退呢 这个问题很有趣 他们在爱情的世界里面没有主导权 所以不是说 我想要选择怎么样的伴侣 我想要求 我期待我的爱人可以对我怎么样 他们呢都是被要求的 被控制的 爱人呢 爱搭理他就搭理他 不搭理他就把他晾在一边 如果你们是选二 那么你们要学会在爱情里面哦 要拥有主导权 你要长久经营一段关系 很重要的一个学习 但是这个主导权怎么学呢 你一定要学会有一点点韧性 所以韧性 杂交 公主病 都是你要学习的 有时候我们在爱情里面呢 真的要学会各种 天由加粗 要让无聊的 平静的 没有什么 滋味的生活 多一点点的乐趣 我常常会在生活中 发明一些有趣有意义的词语 我更希望你们可以做到性灵伴侣 什么叫做性灵伴侣 性就是个性跟身体 你的个性跟你的爱人很搭配很适合 你们的身体也很有默契 这就是性灵 你的灵性你的精神层面跟你的爱人也可以有默契沟通 这就是很好的性灵伴侣 个性 身体 灵性 精神层面 都要能够合而为意的人 就可以在一起一辈子 中vision 味兴趣 味兴趣 点 questions gotta